英國倫敦的唐人街區附近 警方拉起一條一條封鎖線 因為這裡發生害人的刺殺警察事件 遇刺的兩名員警都已經送醫 其中一人重傷只是沒有生命危險 嫌犯則是當場被警方用電擊槍制服逮捕 還好這起襲警案已經排除跟恐攻有關 特別是女王國葬前 倫敦街頭四天內估計會湧入超過200萬人 倫敦警方每天部署上萬警力 目前安放女王林舅的西敏廳外 更安排了1000名員警警戒 另外還有1500名軍人協助維安 倫敦空中交通也將暫時關閉 不過17號國葬當天英國維安絕對更棘手 超過500位外國顯貴將來放 從西班牙國王菲利佩六世 到法國總統馬克宏都會現身 現在英國政府要求各國縮減隨行人員 唯一的特例是美國總統拜登 維安人員繃緊神經 尤其國葬當天女王將從西敏廳 移臨到西敏寺之際 王室成員包括國王查爾斯三世 王廚威廉等等 都會搭著沒有棚子的馬車隨行 百萬民眾夾到致意 當局維安將面臨可謂史上最大挑戰 記錄片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